中国已经有了北斗导航系统 为何还要吃巨子打造红彦星座系统 红彦星座系统能否对标美国的星链计划 2018年12月29号16时00分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成功将六颗云海二号卫星和搭载发射的红彦星座 首颗试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红彦星座首发星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中国在全球低轨互联网卫星系统上正式启动建设 该系统斥资200亿 将由300颗低轨小卫星及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 按照计划红彦星座分为两部建设 一期工程将由60颗卫星组网实现一带一路区域覆盖 二期工程将再发射300多颗红彦卫星实现全球覆盖能力 在2003年5月25号 中国就已经成功发射了第三颗北斗一号卫星 在2020年7月31号 中国正式开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为什么还要赤资200亿在2023年完成红彦星座系统的建设 了解这些 我们首先要明白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背景和意义 1957年 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轰动全球 从此拉开了空间探索与竞争的新纪元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到 航天科技是国家威望的象征 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就是那时候的产物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与普及 空间探索开始向商业领域发展 时至今日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BES-X的列英9号火箭 已经可以一次性搭载60颗星链卫星发射升空 短时间高密度的发射 让太空探索不再让人觉得遥不可及 而以人造地球卫星为基础的无线电导航定位系统 GPS的战略作用也越发明显 美国在90年代初期就将GPS定位系统投入了运行 这时候中国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而让中国重视起来的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故和战争 20世纪90年代 美国以恢复科威特主权 独立与领土完整并恢复其合法政权为由 对伊拉克进行了海湾战争 在这场冷战期间的一场大规模武装突袭中 美军展现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磁优势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美军两枚战斧巡航导弹精准攻击了同一个设施 先后击中了设施内部 破坏了伊拉克军队的通信系统 让伊拉克部队无法内部沟通 这场战争以伊拉克惨败结束 美国GPS为精确制导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持 也让精确制导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场战争展现了现代高科技条件下 作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对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带来了众多启示 也让GPS定位系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其次是发生在1997年的7月7号的银河号事件 当时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运输船银河号 满载货物前往波斯湾的迪拜港 但在行驶到印度洋的时候 导航系统失去了信号 船只无法继续航行偏离航道 被美国无故扣押并强行登船检查 后得知是美国故意关闭了海域部分GPS服务 才使得运输船失去信号 台湾战争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GPS定位系统 银河号事件更是让中国下定决心建造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 1994年12月 中国批准了孙家栋院士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沈荣俊联名上书建议启动的中国卫星导航工程 北斗卫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造出来的 当时中国财政紧张 中国包括航天在内七大技术领域的863计划预算 共计才只有100亿人民币 听起来100亿也不少 但对于当时美国对于GPS研发前后投入的200亿美元 和每年5亿美元的维护费来说 实在是捉襟见舟 历史20多年的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的发展 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 包括军用与民用 已经有了与GPS一较高下的水平 从北斗系统发展历程来看 中国的导航卫星在过去可以说是被美国撵着跑 但这一次的红艳星座则是中国选择主动应战 中国斥资200亿的红艳星座系统 与北斗导航系统起到了1加1大于2的作用 红艳星座系统全称红艳全球卫星星座通信系统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计划于2023年建成的项目 该系统将由300颗低轨道小卫星 及全球数据业务处理中心组成 具有全天候全时一段即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 实时双向通信系统 可为用户提供全球实时数据通信和综合信息服务 航天科技集团红艳星座负责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志成 在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刻讲到 红艳星座的目标和梦想就是连接世界美好生活 并表示通过低轨卫星可在2000公里范围内 几百公里的轨道高度上形成一个星座 用连续接力的星间链路方式来实现全球覆盖 因此红艳星座可以及传播距离小 损耗小终端灵活等优势于一身 让卫星定位信号无死角 周志成还透露 根据部署安排 明后年要建成一个2加4加2的系统 2023年左右建成窄带系统 随后在2025年建成宽带系统 同时也因为北斗系统的建设时间比较短 在智能设备和信息传输等领域 还有一些智能科技方面不能做到很好的兼容 所以在大环境大背景下 中国新建设的红艳星座系统 很好的补强完善了中国航天航空卫星导航上的不足 并且有着比北斗系统更加强大的卫星数据采集能力 和实时双向系统带来的 不管是图片短文报还是视频音频信息 都可以高速进行传输 可以说 红艳星座系统补齐了中国航天航空导航的最后一块拼图 适应了信息时代对信息高速传输的要求 提高了中国现有的信息一体化水平 也使得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和信息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那么中国目前的卫星互联网技术 能否与美国的星链计划一较高下呢 不可否认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马克思的星链计划 在美国军方的限制开放和资金支持下 星链计划足往成功后 美军的导航定位系统的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将会成指数型上升 并且小卫星的跟踪和遥控 以及变轨功能可以轻易地破坏他国的卫星系统 并且拦截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的一些专业团队用计算机模拟星链拦截洲际导弹 星链阻往后可以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5到7次的有效拦截 成功地抵消地方和力量的突发能力 同时星链可以利用庞大的计算能力推行美国多预战计划 实现互联互通的立体化作战 目前来看 中国的红艳星座系统还是稍微落后于美国的星链计划 但从大环境来看 美国这几年赤字较大 加上经济危机和疫情的双重影响 对大规模的建设新一代导航系统也有些力不从心 而红艳星座系统正是中国新一代的导航系统 并且还在不断地建设优化当中 与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的长远配合下 未来将在全世界更多领域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建设全球信息交互系统发展如此快速之下 中国互联网卫星技术超越美国 也并不是无稽之谈